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炸机 在前一期节目里,我简单地向大家介绍了前苏联的载人月球计划 并重点向大家介绍了五位对前苏联载人月球计划产生重大影响的航天线区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前苏联的载人月球计划在实施过程中都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 让我们回到1959年 在这一年,在科罗廖夫的带领下 第一设计局开始了N1火箭的方案论证工作 在最开始的方案里 N1火箭的上面级使用的是一台核发动机 它能够把50吨的载荷送到近地轨道 这款火箭主要用于军用空间站和载人火星飞船的发射 同年12月 在一场汇集了所有航天科研机构首席设计师的会议上 大家纷纷提出了自己最新的运载火箭和弹道导弹的设计方案 科罗廖夫提出的 当然是以N1火箭为代表的N系列运载火箭的设计方案 而切洛梅则提出了他的通用火箭设计方案 打算用一种通用的下面级搭配不同的模块来满足多种载荷的要求 然而在这次会议的最后 高层的结论却是 没有研制科罗廖夫所要求的超大型运载火箭的必要 时间到了1961年 情况终于有了转机 3月 在一次在拜科诺尔举行的会议期间 诸位设计师一起对N1火箭的设计方案进行了探讨 6月 科罗廖夫终于得到了用于N1火箭研发的小额经费 当美国在1961年5月宣布实施载人登月计划的时候 科罗廖夫则提出了一种基于新型飞船 采用地球轨道交汇对接模式实现载人绕月的设计方案 科罗廖夫所谓的新型飞船 其实就是后来被广泛使用的联盟7K OK飞船 在这儿我有必要向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地球轨道交汇对接 在当时的条件下 对于载人绕月以及载人登月存在着三种被选的模式 第一种就是地球轨道交汇对接模式 也就是用几枚小型火箭 把包括轨道舱 登月舱 燃料舱等在内的登月组件发射升空 在地球轨道上通过交汇对接 把这些组件组装起来 对接形成组合体之后 组合体在整体飞向月球 在实施登月的时候 组合体整体降落在月球表面 完成任务之后 在整体返回地球 第二种是月球轨道交汇对接模式 也就是用一艘比较大的航天器 比如像指令舱 然后携带登月舱 奔向月球 到达月球轨道之后 登月舱脱离指令舱实施登月 完成月面任务之后 登月舱升空与指令舱对接 宇航员从登月舱转入指令舱 然后指令舱抛弃登月舱 单独返回地球 第三种模式是直接起飞模式 也就是用重型火箭 装载登月器直接飞向绕月轨道 并在月球表面实施软着陆 任务完成之后 登月器直接从月球返回地球 大家请看屏幕 屏幕上的图片 展示了登月器处于从地球发射前 到进入近地轨道 地月转移轨道 着陆月球 离开月球 最后返回地面 这六个不同的阶段时期的状态变化 从屏幕上我们可以看出 整个登月过程 其实就是一个不断丢弃多余舱段的过程 这种模式 对运载火箭运载能力的要求非常高 当时的美国和苏联都曾经针对这种模式 论证过相适应的重型运载火箭 但都因为技术难度太大而被迫放弃 后来美国的阿波罗计划采用了上述的第二种模式 也就是月球轨道交汇对接模式 而科罗料夫则打算采用第一种模式 科罗料夫最初的方案是仅针对绕跃任务的 方案中的绕跃飞船是这个样子的 绕跃飞船是由一个火箭舱段联盟B 燃料舱段联盟V 载人舱段联盟A组成的联盟号复合体 使用R7火箭分成多次发射 首先是把质量大约5.7吨 不装载推进机的火箭舱段联盟B 发射升空进入预定轨道 其次是把装有推进机的三个舱段 质量大约6.1吨的联盟V发射升空 并与联盟B完成轨道交汇对接 形成组合体由联盟V向联盟B 加注推进机 第三发射质量大约是6.45吨的 载人飞船联盟A 与联盟BV组合体实现轨道对接 形成新的组合体 之后新组合体上的联盟B火箭点火 飞向月球完成奔月任务 虽然在这个方案中 整个联盟号复合体仅仅用于绕月 而非直接把宇航员送上月球 但这一概念的提出和论证 无疑为日后的载人登月 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不久之后 克勒廖夫的这个构想 就得到了前苏联高层的认可 但是即使有高层的支持 克勒廖夫领导的第一设计局 还是在设计飞船的时候 遇到了相当多的 难以克服的技术瓶颈 无奈之下 1964年 克勒廖夫不得不对 现有的设计方案进行修改和简化 主要的内容就包括 第一 取消之前火箭舱段和燃料舱段分开的设计 变更为采用一种包含推进剂的 被称为D组级的火箭舱段 这个D组级作为一种通用的火箭舱段 在下面我还会多次提到它 不过大家不要把D组级和阿波罗飞船的服务舱搞混 阿波罗飞船的服务舱 除了安装有推进机炷箱和主发动机之外 还安装了多个为指令舱或者说成员舱服务的系统 比如为指令舱供电的供电系统 而D组级则更像一个子级火箭 仅能为指令舱提供运动动力 克勒廖夫做的第二条改进就是 取消载人飞船的OK轨道舱 重新设计的飞船被命名为联盟7K-L1 相比之前复杂的联盟号复合体 新方案虽然依然坚持地球轨道交汇对接的基本概念 但飞船和火箭舱段已经做了极大的简化 甚至有可能仅通过两次火箭发射就能够实现 然而就在此时 由弗拉基米尔切洛梅领导的52设计局 针对绕月及冬月飞船提出了自己的一套LK-700方案 根据这套方案 冬月飞船无需在地球轨道进行复杂的交汇对接 只需要一枚重型火箭 就能够把载人飞船直接送到地球轨道 然后飞向月球实施冬月 显然 相比于科罗料夫复杂的地球轨道交汇对接方案 切洛梅方案更加简洁 不久 切洛梅的LK-700就获得了高层的批准 开始研制 并与科罗料夫的联盟号复合体方案进行竞争 不过 我在前面介绍直接起飞模式的时候 就已经提到过 切洛梅的LK-700方案能够得到实施的前提条件是 必须具备运载能力足够的重型运载火箭 而当时前苏联并没有这样的火箭 因此 切洛梅还提出了他的新型运载火箭方案 也就是UR-500和在UR-500基础上发展出来的UR-700运载火箭 在这两个方案中 UR-500运载火箭可以用于执行载人绕跃飞行任务 而UR-700可以用于直接起飞模式下的载人登月任务 因此 UR-700的禁地轨道运载能力达到了惊人的151吨 如果UR-700真的能够研制成功 无疑对前苏联的载人月球计划有很大的帮助 然而 悲哀的是 UR-700却从来没有离开过灰图板 倒是UR-500 先是变成了重型洲际弹道导弹 后来又变成了质子号运载火箭 直到目前还在服役 然而 事情还没有完 克罗廖夫的竞争对手不止切洛梅一个 同样是在60年代早期 米哈伊尔·杨格利在南方设计局 也提出了自己的可用于载人月球计划的运载火箭 这款火箭就是R56火箭 不过和UR-700一样 R56火箭最后也没有能够离开灰图板 好在南方设计局在R56上的努力也没有完全白费 很多成果最后都被用在了能源号重型运载火箭上 在这儿我还要补充一点 不管是UR-700还是R56 都使用了格鲁什科456设计局的RD270紧急燃料发动机 这使得格鲁什科和克罗廖夫的关系就更加紧张了 这种紧张关系的最大受害者 当然就是前苏联的航天事业 其实 不管是切洛梅的方案 还是杨格利的方案 未必就一定不如克罗廖夫的方案 只要前苏联的高层选定一个方案 集中力量去发展 最后不一定会无功而返 但是前苏联高层却在三种火箭方案的选择中 犹犹豫豫难以决断 有限的研发经费被三家分摊 最终谁也没能拿到足够把项目进行下去的经费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赫鲁什科下台前的两个月才有所改善 1964年8月3号 苏联中央做出了关于探索月球和外层空间有关工作的决议 决议决定正式开展载人灯月计划 然而 在该项决议的内容里 除了决定实施灯月计划外 还特别先后写道 将使用由切洛梅负责研制的UR-700运载火箭 搭载52设计局的飞船 进行一系列复杂的绕月飞行 使用由科罗料夫负责研制的 N1运载火箭搭载第一设计局的飞船 实现载人灯月 这实际上是把整个灯月计划切割成两个部分 分别交由科罗料夫和切洛梅执掌的设计局去完成 第一部分 即载人绕月飞行 由切洛梅的第52设计局负责 采用切洛梅的UR-700运载火箭 计划在1967年实现载人绕月飞行 为十月革命50周年献立 第二部分 即载人冬月 由科罗料夫的第一设计局单纲 采用科罗料夫的N1火箭 计划于1968年 把苏联宇航员送上月球 并安全返回 一个项目 由两家设计局负责 而且这两家设计局既不相互同属 还是竞争关系 这显然会造成两个方案之间的自然竞争 给前苏联的冬月计划 平添了不少变数 想来 这也算是苏联特色吧 然而此时在美国 阿波罗计划中的飞船和冬月舱的方案早已确定 具体的设计工作已经展开 作为土星5号火箭 先期验证火箭的土星1号火箭 已经成功地进行过几次飞行实验 作为土星5号火箭 上面级验证火箭的土星1B火箭的研制工作 也已经全面展开 土星5号火箭的舰体设计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土星5所使用的F1发动机和JR发动机的测试工作 也正在进行中 两国之间的差距此时已经非常明显了 在这种情况下 克勒廖夫不得不再次对联盟号复合体方案进行重大改进 此前 克勒廖夫坚持采用地球轨道交汇对接模式来实现绕月和登月 这种模式的优点非常明显 能降低对运载火箭运载能力的要求 但缺点也同样突出 能够直接发现的缺点就是 这种模式要求至少使用两枚火箭通过两次发射 把各个组件送入地球轨道 而且这两次发射的间隔时间必须要足够短 以便在组件的推进剂耗尽之前完成太空对接组装 这在当时是非常困难的 而更重要的是 在1964年 无论是美国还是前苏联 都还没有进行过载轨交汇对接实验 事实上 前苏联的第一次成功载轨交汇对接实验 发生在三年多以后的1967年 因此 他现在必须做出妥协 放弃地球轨道交汇对接模式 最终 克勒廖夫提出了新的载人登月方案 在新的方案中 采用了类似阿波罗计划的月球轨道对接模式 新方案主要包括联盟7K LOK载人飞船 LK登月舱和D组级三部分 这些组件装载在运载火箭上的时候 就是按照屏幕上所示的顺序来排列的 对于新方案 我还要强调一点 同样是由于当时还没有进行过交汇对接实验的原因 在克勒廖夫的新方案中 除了有像阿波罗计划一样 让联盟飞船和冬月舱先完成交汇对接 再让宇航员通过对接口进入冬月舱的正常方案之外 还考虑了让宇航员通过太空行走的方式来往返于飞船和冬月舱之间的备用方案 所以我才在联盟飞船和冬月舱之间放了一个小小的宇航员 克勒廖夫的新方案要求运载火箭的运载能力必须足够大 因此对N1火箭的技术要求必须提高 按照新要求改进后的N1火箭的设计高度达到了105米 起飞质量达到了2788吨 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到了95吨 是仅次于土星5号的运载火箭 然而更令人惊掉下巴的事情还在后头 在决狱做出仅仅两个月之后 前苏联的政局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赫鲁晓夫他倒台了 伯列日涅夫担任了苏共中央的总书记 新的总书记忙于巩固自己的地位 根本无暇关心在任月球计划 克勒廖夫和切洛梅就这样被放了鸽子 相比之下美国的肯尼迪总统虽然在1963年11月遇刺身亡 但是他的继任者林登约翰逊总统却丝毫没有放松对阿波罗计划的支持 阿波罗计划照样在狂飙突进 这一局美国又赢了 在混乱中度过了两年之后 1966年1月 克勒廖夫病逝 9月由于无法忍受这种让庞大的太空项目长期处于得过且过状态的苏联高层 终于下令组建由30多名航天专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 由苏联科学院院士科尔德什担任组长 重新评估登月计划 前苏联高层这么做 其实主要是为了决定两种火箭的谁去谁流 以终止这种毫无意义的争端 而此时 由于克勒廖夫已于年初病逝 切洛梅就借此机会联合格洛什科 极力游说专家委员会 想让委员会用UR-700的改进型 UR-700K来彻底取代克勒廖夫的N1火箭 但是克尔德什却只是回到了1964年决议的那个框架里 让第一设计局负责载人登月 让切洛梅负责载人绕月 不过委员会的最终决定 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偏向了第一设计局 他们决定 无论是绕月还是登月 无论是N1火箭 还是UR-700K火箭 都将使用第一设计局的联盟飞船来完成这项任务 只不过绕月任务是用去掉了OK轨道舱的联盟7K-L1飞船 而登月任务采用的是联盟7K-LOK飞船 到头来 专家委员会除了在两大设计局之间霍悉尼之外 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工作 时间到了1967年1月27号 原定于在当年2月底发射升空的首艘阿波罗飞船 阿波罗一号在进行地面例行测试的时候 发生了火灾 三名宇航员不幸遇难 阿波罗一号的事故 给刚刚起步的阿波罗计划蒙上了一层阴影 美国的脚步有所放缓 但在前苏联方面 却没有丝毫闲情抑制去幸灾乐火 就在阿波罗一号事故发生前一年 克罗料夫病逝 第一设计局现在由克罗料夫的助手 瓦西里米森指掌 此时N1火箭尚处于图纸阶段 自克罗料夫去世开始 N1火箭的研制就开始每况愈下 不得不说 克罗料夫的逝世 对于前苏联的登月计划 乃至整个航天事业而言 都是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 前苏联的航天史上 很少有像克罗料夫这样 是一名兼具科研与管理才能 又具有长远的发展眼光 和想象力的科学家 而作为设计局新任领导的米森 人们对他的评价却非常一致 那就是 他是一位不慎称职的领导 的确 米森是一名优秀的工程师 但做事缺乏决断 犹豫不决 胆小怕事 缺乏领导大团队的能力 其实 米森本人的特点 恰好也是 前苏联在后克罗料夫时代 科研领导集体的普遍写照 所以 前苏联最终会在这场 冬月竞赛中失败的结局 现在看 已经非常明显了 节目做到这儿 时间又差不多了 我只好再次打住 在下期节目里 我会继续向大家介绍 前苏联载人月球计划的 后续情况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请您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这样您就能收到 我节目更新的通知 同时也欢迎您 转发评论点赞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